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红薯和土豆要我想的话 反正不是蒸蒸吃了 拌泥了 就是炸着吃 今天咱做一个特别的 焦盐的 焦盐的炒着吃吗 对 平时我们在超市中看到的薯片大多是用油炸过的 虽然好吃 但并不健康 如果您想美味与健康坚固 那不妨学一学今天铁钢师傅教的这道 一滴油都不放的 用微波炉做的焦盐薯片 您只要掌握三个窍门 就能轻松烤出香脆可口的薯片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红薯 土豆 辅料有香葱 蒜 香菜 调料有焦盐 我们首先把土豆 土豆也叫马铃薯 就给它切成片 这个片不要过薄 你看没有 一定要像硬币似的薄厚 这还不叫薄啊 如果说过薄 一会我们再做的时候 它就很融合了 对了 它经不住火了 对 所以要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水里面 泡着它 这个是白薯片 白薯片 但是我们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加入一点点白醋 好 现在这个是清水 对 加一点白醋 这个是为了 让它里边的淀粉迅速的分解 这样一会烤出来才会脆 这是做薯片的第一个窍门 加入白醋 目的是时做出的薯片更脆 还有这样洗液它的表面啊 不是 我说让你摸一摸 你看没有 表面它就没有淀粉的那种滑感了 对 很色 对 就开始有颗粒感了 对 泡一点酸水 这个是个窍门 从来我都没有这么试 这个呢 实际上呢 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啊 用在你比如炒土豆丝 切合土豆丝以后呢 给它泡在酸水里面 这儿呢 炒出土豆丝呢 也会很脆 滑滑溜溜的 对 很脆 我以前就是光喝在清水里泡 然后当时也有这个效果 可是当然一定是没有那个 加了白醋那么好的 对 因为呢 光加清水呢 它只是把表面的淀粉洗掉了 但是呢 表层的这个淀粉没有脱离 对 白醋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今天学的第一招了 用一点点白醋稀释的 这个水泡土豆啊 红薯啊 然后呢 我们给它呢 来 看 用筷子呢 给它炸起来 哦 一定要炸起来啊 如果你要放在盘子 就粘在盘子上了 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呢 就容易糊 因为那盘子呢 也在加热 用微波炉做薯片的 第二个窍门就是 要用筷子把薯片炸起来 使水分更容易挥发 这样做出来的薯片 更香脆可口 要是放进微波炉 需要的时间长吗 这个做熟 来 这个呢 大概是高火两分钟 哦 那就还可以 那等于就是 虽然我一次放去少 反正每次时间也不是很长 今天呢 咱们只是告诉大家这种方法 好的 示范一下 好 我们呢 放我们的微波炉 好的 您选择了 先是割了一些土豆片 是吧 好 好 我们呢 给它放进去 先试验一下土豆片 可是什么调味都没有 现在 我们两分钟 大火吗 然后 微波炉做薯片的第三个窍门就是 放进微波炉 高火两分钟 好 好 这就行了 拿出来看看 看看 我一块上稍微发一点点那个黄了 好像 这个呢 就是什么的 来 看看 这不用薯片吗 没错啊 你看 你看看没有 哎呀 这老是 一点油都没有的 薯片 这要是直接撒上一点什么花椒盐沫 是不是就能吃了呀 但是呢 得稍微的凉一凉 然后这个 红薯的时间也一样 红薯呢 也基本上是一样 因为我们切的薄厚都一样嘛 红薯片也用同样的方法架在筷子上 用微波炉高火烤两分钟即可 另外 您如果喜欢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制作 芋头片 藕片 山药片等 今天呢 我们呢 是要做成椒盐的 就是花椒盐的 是吗 这个椒盐呢 又分南椒盐 北椒盐 区别在哪 咱们北椒盐呢 是用花椒作的 南椒盐呢 是用辣椒作的 这个南椒盐里边呢 除了辣椒以外 还要有大地鱼啊 虾米啊 加入一些海鲜的东西 海鲜的东西 闻一闻 是吧 有一股鱼心 对对对对 好 你看到现在呢 它干了 可以尝一尝 我先尝尝原味的 好脆啊 是吧 你这样子挺好吃的了 而且呢 一点油都没有 您现在是 切点 葱 断 我们今天呢 吃这个南椒盐 你试试这个南椒盐 这个香菜 我最喜欢 好 现在呢 我们把火点上 还要再 对 炒一下 对 因为南椒盐呢 一定要炒一下 才会香 我们呢 小火 然后把我们刚才 打的这个薯片 放进去 已经除了这个薯片 对 然后呢 葱 蒜 香菜 放进去 这个做法有点奇怪 然后呢 我们就来 把椒盐 打进去 这个叫 叫干锅不对 这怎么说呢 这种做法叫什么呢 这个可以 可是干干的 你看 对对对 对吧 一点点油都没有 可以叫干炒吧 干炒 对 这挺奇怪的 实际上呢 用拌也可以的 但是因为没有加热的过程 就不出香味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加热 对对对 好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就好了 这么简单 没错 想要吃到香脆 可口又营养健康的椒盐双薯 您只需要记住以下几点 薯片切成五分钱硬币的厚炉泡在水中 加入少许的白醋 目的是让薯片的淀粉迅速的脱离 最终达到酥脆的口感 薯片一定要用筷子架在盘子上面 这样水分容易挥发掉 更容易使薯片香脆 薯片放入微波炉 高火烤两分钟 出炉之后晾凉 放进炒锅 小火翻炒 加入香葱 蒜片和香菜 倒少许的花椒盐即可 椒盐双薯对吧 对 铁钢师傅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菜品的主要的烹调心得 实际上您记住四个字就行了 微波 胶炎 就四个字 这么简单 微波是它的烹制方法 胶炎是它的口味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要诀 就是微波的时候要把它架起来 对 架起来 去烤的 又好吃 又有营养 又健康的美食 其实富光铁钢师傅在这儿跟我们分享 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在家做饭的小窍门 或者你知道一道什么菜 好多人都不知道 特别好吃 欢迎大家来信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博 让我们一起来 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共享 那咱们是不是又该可以吃了 那你们就别看了 我们就开始吃了 明天再见咯 走 走上来 好 gehe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